在台中市清水区清泉国中 有民众说怎么会两只迷路的红鹿 跑到了校园里头 当大家发现了赶紧报警处理 后来可能看到好多人出现了 这两只惊慌四处的小鹿 最后是翻墙抽校园不见了踪影 两只深情撞壮的红鹿在校园操场上奔跑 这两只鹿不知从何而来 却被民众发现在清水国道4号临海路附近走动 可能因为被车辆惊吓 惊慌失措 误闯附近清泉国中的校园 我开车嘛 他从我正前方这样冲过来 我以为是马 然后我人跑进来看的时候 然后就确定是两只鹿 民众发现之后立刻报警 但人追路 你往东他就向西跑 于是警察出动警用机车 农业局人员拿着吹剑和麻醉剂 但两只小动物似乎受到更大的惊吓 为什么会一起到 为什么会一起 两只鹿和人类周旋了一个多小时 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之下 还是一个起步翻墙逃之夭夭 原来情急之下 所有的动物都会跳墙保密